Lim Mortis 嗨嗨 大家晚上好 哎呀晚上好啊大家 对啦对啦 那今天我们就要选出我们黑兄弟的最强战队是吗 没有错 最强战队 最强战队 对啦 那今天我们有的 那个赛神是怎样样 对啦 首先是霸枪对决吧 对 是霸枪对决 16Y打Invisible Rider 然后Traspaw就打Lim Mortis 也就是我们的黑罗杰的战队 会哟 开玩笑 对 接下来就当那个 打那个Honey Glaze 还有他的名字拿搞 这个我喜欢 对啦对啦 这个名字太有趣了 那过后就是最后一队 最后一队就是We are Kicks Robots 打Manstar Nassilama 那个Nassilama马来西亚队伍吧 马来西亚队伍应该是啦 听到名字看上去就是知道了 马来西亚队伍来的 没有错 没有错 罗杰开始啦 Game 1 那我们看一看先 罗杰这里选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看蓝 罗杰选的是Poker 对 罗杰选的是Poker 我们首先看看蓝方有什么英雄间 红方吧 红方 红方有个小辣椒 卡尔还有Mr.P Mr.P在这个游戏版本算是非常强势的 没有错 他那个小P真的是干扰能力啊 真的是很强 然后蓝队就有罗莎 波克 还有一个卡尔 卡尔对啦 没有错的 在这里的话波克会负责保持啦 但是波克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给他压到去很后面 对没有错的 你看现在红方都压着进来 红方暂时领先 对 就要看队 就是要看蓝方 就是罗杰那一队的罗莎 到底能不能 为队友创造一些空间 不过他刚才已经被人送回家了 而且Mr.P一找就已经把大招给刷出来了 对 Mr.P有大招后 整个形式就很不一样了 没有错的 因为蓝方那边要浪费攻击次数 走去解决那个小P 有些英雄啊 他需要到三下四下来打的手 像狂牛那种可能一下啦 但是怎样都是会浪费你的攻击 不过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 红方那边他带的是 第一个能力之金吧 但是你看这里啊 对方已经Joker了 9个宝石了不 这时候就真的是要看 那个罗莎能不能压得到去后面了 不过没有办法啦 但是小那招现在手上带着一个大招 其实算是蛮稳的啦 很稳的 这里卡尔街开个大招转过去 有机会啦 没有机会了 然后数13秒 对啦 然后数13秒 就看下我们的罗杰能不能翻盘啦 但是作为一个波可的他 真的是有少少有心无力 对对对对 他是打那种后面辅助的吧 对对对 现在对战就结束了啦 红方就拿到了1分了 对对对 接下来对 接下来他们就会再对决 看下如果Tresponse再赢了1分的话呢 他们就会直接进入下一个隐形模式啦 就进入下一个模式 对 第二场我们看一下罗杰的阵容有没有换啦 这里罗杰依然是带着 依然是用波可了 哎哟 一进来看到刚刚被人送回家了 对 还是卡了 啊这里有个Dita Dita在这里很被小辣椒克制的 小辣椒真的是 它可以一枪就这样差不多了 不过还限少少吧 对是还限少 但是你不可以受伤咯 你受完一点伤的话 小辣椒一枪下来你就直接没有了 对没有错 就他们双方把刚才的阵容给换了一下 嗯 就是蓝方那边的罗杰换去了 Dita 然后红方那边Mr.P就换去了 Dita Dita 大家先是Dita对决嘛 Dita Dita 都是Dita Dita对决啊 但是这里你看小辣椒直接站在那个矿井那边 慢慢的捡啦 对啊 因为他的队友帮他们制造了很多那个空间嘛 就很 哦 罗杰 你给车撞死 哈哈哈哈 完全没人注意到啊 看他过来吗 喂 头来了头来了 看来罗杰是太紧张了啦 你看你看 哦 要放松啦 对方小辣椒又是剪了很多个啦 现在倒数14秒 有没有机会看来是有点麻 我觉得他罗杰这个队伍他缺少了一种 压破敌人的那个角色 嗯 如果是他我玩的好的话 可能可以压人家 不过你看红方的靠耳就玩的很好 对对对 从头压对手压到尾 对啦对啦 那这里我们就恭喜红队啦 再次攻 直接赢了第一场 的游戏模式 首先拿下 一分 一个大分 一个大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第二个游戏模式 就进到了金库的模式 我觉得哦 第二个游戏模式 现在这里 来到了金库 金库攻防战 金库攻防战 对我们的罗杰 罗杰在哪儿 罗杰在人家家 你看是不是 果然够厉害 太玩笑了 直接潜入对方金库里面 这里牛哥是带了一个护盾 对没有错 这里是第二个能力之星 但是他对到了沙迪 他残血 哎呀打不出 已经很好了哦 他已经一个人打到四十多发先 对但是对方也压着近了 沙迪在他们的加拿美卡一个大招 对没有错 丢了一个三把龙卷 带第一个能力之星 这时候那金库最后端的样子 就算你不打 还会一直持续的掉退一百个小血 哎呀 哎呀 罗杰 哎呦罗杰 罗杰 你带骨发飞的那个心态去啊你了 是啊 现在我帮你打气哦 你一定要努力一点嘛 是不是 首先我们再看看双方阵容间 这里罗杰换出了一个麦克斯 哦哟 换了麦克斯 这个阵容跟刚才对手的阵容一模一样 哇真的吗 这是他用对方的阵容吗 你看罗杰躲猫猫之王 过了去 最厉害就是 哈哈哈哈 最厉害就是躲着过去 不只是躲叻 而且他打到输出 现在这一把 你看到蓝方那边 他的 就比较压制对方了 你看他们的走弯 玩金库有时候 你防守也是需要一些小技巧的咯 你不可以一直只是攻对方 你一波死掉了 过后对方就三个过来了 而且带着大招 大招那种过来 对 但是我这里网络好像有点卡卡的东西 对吗 还好吧 我这里看到没有 走路好像有点卡卡 对现在会有一点点 现在会有一点的 不用紧 这里有个乌鸦 乌鸦在金库的表现如何呢 就是因为这里多少从事 他选到乌鸦出来 应该吧 他是属于那种骚扰 不过如果要让他打金库 应该会比较发力 对 除非他走到前面 好像我看到有人走过去了 是谁 这个就是罗杰的徒弟了 多冒冒之学徒 罗杰的徒弟是谁啊 没有了 没有了 已经结束了 各位刚刚你们想看 罗杰玩足球 然后你们没有帮他打气 打气不够 不够力 好啦 在这里我们就恭喜那个Traspond了 好不好 Traspond在这里呢 就成功晋级了 去四强了 首先是第一次晋级去四强的吧 对对对 Traspond去晋级去四强 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 We are Cakes Robots 跟Vanstar Nacillema Vanstar Nacillema 对 然后他的队长将会是那个 最高北那一个 最高北 SEL SEL是We are Cakes Robots 还是Nacillema 他是We are Cakes Robots 刚刚我们讲到被淘汰那一组 是第一组吗 16Y被淘汰 也就是太阳神那队被淘汰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原因 他就直接被淘汰了 所以是Invisible Rider 晋级的四强 对 Invisible Rider直接晋级了 然后会对于上 打赢罗杰的那一对Traspond 对啦 Traspond打Invisible Rider 对啦 本来还想看太阳神表现一下 好 来 我们这里看一看 这一场 SEL选出的就是 D打 小辣椒 还有 碧鹅 对面的呢 两个狙击手的一个组合啊 哦呦 打圆成战的是非常厉害 但是对方有个木桶 他们就要小心了 而且有个基恩 首先是要红防那边 就是开了一个墙 对啦 然后比较好 他们比较好进行输出 因为他们是 比较手长的英雄 对对对 如果有阻碍物的话 可能对他们没有力 虽然讲D打 需要靠一些阻碍物了 但是小辣椒 然后比较就 哦呦 这里木桶滚了过去 比较直接放了一个大招 减速 然后一个头也跟着来了 没有错啦 就把木桶给收掉了 收掉了啦 佩妮在这里还没有刷到大招 就有少少尴尬了 没有大招的佩妮其实很乏力的 玩不出东西来啊 现在怎样说 应该说佩妮的射程比较短 所以他们也比较难刷大招吧 SEL他没有给机会对方 给对方的佩妮给刷到大招 对方的吉恩有大招了 哎呀 他能不能一个抓 直接把小辣椒抓 哎他抓另外一个人 为什么 他抓个逼儿 逼儿还有的所玄 没有错啦 有比较难啦 不过刚刚好 佩妮就已经刷到大招出来了啦 对但是那个大招 就被火车撞掉了啦 哎呀 哈哈 现在就不见了了吧 很可惜的好不好 很可惜的 哎 既然有大招 也被打掉了 对啊 而且这样难得才可以刷到的嘛 哎呀 现在你看对方已经零线了 哎呀 红方的这里 就是你的达利尔去到对面的阵迹了 不过被人收掉了 但是还是被收掉了 对 小辣椒射克宝石看来是我的吉恩 抓 抓到一个吉恩 哎呀 哎呀 还是有少少 有少少不好啦 就 小辣椒还有一个大招呢 对嘞 太难了太难了 现在达利尔冲过去尝试最后一波 不过没有用 小辣椒还有一个大招 哈哈哈哈 第二场 啊 小辣椒他们的阵容还是没有换的 没有他们的阵容是没有了 币额换去了 卡尔 卡尔的压迫能力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 他直接开启大招滚向去 冲去敌人那边了 嗯没有错的 然后对面红方呢 也是拿出了小辣椒 然后还有佩妮 带来是波可 对啦 波可就不是捡宝石 但是为什么 不是波可捡宝石 是小辣椒捡宝石 但是你看那个 他们三个都站在里面了 已经出不到来了 对 他已经被对方的卡尔给压住了 对 那也不用紧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SCL的这个 这个小辣椒他玩的蛮稳的 他就是啊 他进退的时候都很漂亮 他不会把自己 逼到去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对对对对对 你看一下子清科宝石了 没有错 你看他们真的是很稳的打到 我跟Insta就是讲马来西亚第一大的公会的战队 嗯 好像还差少少 对对对对 马来西亚第二大那个也不错 第二大的是谁 黑兄弟的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啊 开玩笑啊 小辣椒的队那边就有9个宝石了 好 10个宝石 可以准备收工了 小心 直接开个大招跳回家 对方小辣椒跳过来了 看下能不能追上了 直接放一个头 看小辣椒没有了 好 那我们这里 对啦 剩下最后5秒 看来拿了好 那我们就恭喜 SCL 嗯 Wanstar 不是Wanstar Kickstrawbots 对啦 直接赢了 然后进入下一个游戏模式 也就是什么 金库攻防战 第二个游戏模式 金库攻防战 嗯 对没有错了 完全就是一个草丛八组的概念 对面 对面怎么有一个艾米在站着呢 放弃比赛 不可能吧 应该是卡了吧 这样子就有点凉凉了 对方牛哥过了 对了 红方的牛哥过了 他是学义回来防守了 好 大招 不需要大招 神回了 艾米这里负责防守 对对对 就上一次我们打那个淘汰赛的时候 都看到很多艾米玩这个模式 对没有错没有错 不过 SL他们 We at Kicks Robot 没有出这个英雄 他们出的是宝丽 宝丽 空场其实也蛮不错 对了 而且宝丽还可以烧金库 哎呀你看 你看这边不错 这个光牛奶两次两次都 都被这个 都被雪莉给干扰了 雪莉其实做一个防守的啊 都是很厉害的 看回去对面先 对面 对面好像一直都复活出来 那样子咧 哎呀又冲回进去了 狂牛进了去 打了两枪死掉 哦哦哦哦这个危险了 他还可以拐杀很多 还不错还不错 保力上面都还在坚持 哇这么厉害 还收掉一个艾米才死 对方都还收不到他 他很厉害 他还发到大招丢进去了 哇他还收到大招丢进去了 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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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保力值了值了 这个保力则是很厉害 他围绕着那个墙壁 这样子转转转 人家找不到他 现在他的牛哥抽进去就乱死了 牛哥进去 Kick什么的牛哥进去了 能不能多一枪 多一枪 300多 剩1% 不过没有关系了 宝利刷到大招之间往那边丢 就完了 现在宝利就刚见了 牛哥不放弃进了 但是雪莉有大招 不过你看 宝利过去了 大招一开 把世界都杀完了 把世界都杀完了 可不是随便讲 这剑没有了 这里SCL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 对他们换了阵容哦 对 这时候有科尔特出来 科尔特跟巴比尔射手图了吗 没有错了 他们还赚不通过东西 对没有错 而且场场都不一样 都会换英雄 看他们英雄词也是蛮厚的 蛮深的 对 他们好像不只练死一个 他们手上抓着几个王牌 对对 巴比放个大招 科尔特往那边射 可以吗 喂 王又想突出进来 可是被巴比收掉了 这里开启了银圣 然后要慢慢的跑过去了 偷偷的走过去 艾米被剃掉 艾米再见了 再见了艾米 这时候看一下能不能 这个沙滴 哦哦哦哦哦 应该让他有个探草虫的能力 但是草虫就见都没有了 双可特直接把草虫刷掉 就是要让他能力不见是吗 对啦 他没有草虫过 他的眼睛就飞了 对啦没有错 对啦没有错 一手到头头跑进去了 现在这个艾米还不敢出手 艾米这时候需要做出一个防守的动作 对啦 诶 牛哥这样子冲好像有没有危险哦 被打掉了 全不见了了 对 冲过去就 打得很被动 Wenstar打得很被动 因为他们被这个 被那气势也压到吗 对对对 一直拉着来打 对面SEL他们那边一直拉住 他们那个距离拉得很漂亮 真的是 对对对对 就有时候你玩这种射手 知道你的落点就是不能被 不能被剃到 对对对 所以你拉距离方面要很厉害了 直接一个大招 玩掉了 诶 牛哥还不放弃走得过来 好这手就轮到SEL反击了 Kickstrom哦 哎呀这边 原来是个普通陷阱 原来是个普通陷阱 我们就奇怪什么了 戴眼睛打进裤 普通陷阱 还有壳哦 还有壳哦 来牛哥 牛哥这里好像有点难受 没有错 这几个人的攻击太厉害了 太宽了 他一直被人压到很惨 嗯 而且SEL他们的准确度 射击准确度很厉害很高 对 看来试者是很勤劳去练 嗯没有错 可能他们为了以后的比赛做 做准备吧 对对对 因为以后的比赛可能会有ban pick 这个环节了 在这里 就是BO5的时候咯 去到冠军赛的时候 就会有啦 对面有狂牛 对面狂牛 不过对面这边 哦没有了 恭喜我们的Kicks Robot 再一次的胜利 直接晋级了 直接进入四强了 对直接进入四强了 Kicks Robot 太强大了 嗯 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Invisible Rider 对Trasponder 等一等啦 Trasponder的队长 也就是Chewy Chewy 哦原来是Chewy 对 Chewy的 开战了开战了四强对决 没错 也就是半决赛了 好不好 首先就是宝石的环节 对 宝石增多战 这里拿出的就是小辣椒 卡尔 还有Mr.P 对三个都蛮烦的 对对 对方也是有Mr.P 但是对方是选出了吉恩跟沙迪 两兄弟 双方都没有带小辣椒哦 对 不过有带一个最烦人的 三方没有带小辣椒 下面这方就是小辣椒 下面有个小辣椒 看错了 看错了 但是对面啊 有个拉裤子两兄弟也是很烦 对就是那个拉裤子难搞 我觉得 但是还好啊 这一局他们选出一个拉裤子两兄弟哦 嗯 然后蓝方那边没有人选古力梦 哦 这啥裤子不会被拉掉 不然的话 话也要跟你讲 贝克志常常常 首先蓝方的 先刷到一个大招Mr.P 对 然后小辣椒也稳稳的剪取了五颗 六颗 七颗 现在他放了七颗宝石 然后Mr.P那边也放出一个大招非常烦人的 然后吉恩现在没有大招有点尴尬 有了 有了 吉恩有大招 哎呀 会被人家收掉了 但是被小屁收掉了 这个枪法 这个应该是 来来来 他躲着 太久了 稳稳稳 逼到 逼到 南方的小辣椒开一个大招 对 这是小辣椒最后继续的 这个 哎呀 这是红队的机会了 这是红队的机会了 对了 现在双方的Mr.P都有放了大招 所以讲的都是算是一个五五开的一个 哎呀 被撞到他了 哇 哇 看到都痛啊 哎呀痛啊 被这个矿车撞到 是最可怜想到刚刚罗杰被撞死 这样子 哇 又想起了罗杰 对 哦 哦 哦 好 矿车来了 他走不走得掉 走不走得掉 看着看着现在 哎哎哎 Mr.P他刚下走着回来 小辣椒有个双照 非常夸张 哎 来来来 不要给车撞到了 Mr.P 哦 对了 哦 过不及了 非常厉害的这一组 那我们就恭喜Traspond了 拿下了一个小分 对了 我们放个作品给大家看 啊 看到吗 这个是青人节 我们的火龙画出来的 非常漂亮 我跟你讲 火龙画出来的 我是DVA 是不是很厉害 哇 你看 哇 我都觉得很幸福啊 我DVA啊 对了 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是不是我们结婚了 结婚了 开玩笑啊 西装带领带小辣椒 你看新皮肤披上了婚纱 大家看到了吗 如果大家想认识这位作家的话 也就是火龙啊 记得加入我们的Discord群 你们可以跟他用画画来交流 没有错 他每天都喜欢画很多comic啊 画一些插图啊 这样子的 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对 外面又画一个讲 这个就是布莱恩啊 这个就是恐怖发啊 就是这样子的 他每次都喜欢画画的 所以你可以加入我们的Discord群 然后就跟他一起交流 好不好 看来他以后有机会 主要做一个YouTuber的讨论作家 然后这里他们就讲到 下一个直接晋级的是我们的 Honey Glaze Honey Glaze 开始了 小辣椒卡尔Mr.P 什么方式 小辣椒卡尔Mr.P 这个时候 他的大哥哥急了被拉掉了 没有得玩了 太完毕 所以剩下一个 剩下一个沙迪 撞的 直接涌掉 对啦 通常都是这样的 这个固图Mr.P很热门耶 真的是很强 虽然讲有那个矿车走来走去 没有错 但是他那个小金子是会烦死的 不过我觉得最热门最热门 都是小辣椒 他每场都必触的 都有一队 都有一队会硬触 就算对方没有可能 假蓝方也会有 对啦 但是Mr.P我们看到双方都有触 对 感觉小辣椒 小辣椒的枪位永远都在中间 他就是站在那个地方 就是这样的 然后旁边那两个队友 就负责掩护他这样子 漂亮 这个卡尔强大 虽然死掉了 Mr.P撿了5个 哦 直接放过屁塔 这个就是Mr.P奥妙的地方 对啦 下刀就拉死了 布兰人很适合用 你要用的是佩妮那种 一拉拉一拖死这样子 哦 比较高一点的 对 强的 这里小辣椒那边有4个 但是对方那边有5个 没有人敢去捡 哦哦哦 来来来来 我会剩下残卷 我会剩下残卷 对 这时候蓝方压到很前去啊 对 对 针地方面那边已经 都是他们的 他们把他矿口守得很好 现在是看谁能切到 哦哦哦哦哦哦 切死了 不不卡尔也死了 对对对 但是他能压到对方 蛮后面 也是有一个好 这次是好的 因为他的宝石全部留在那边 所以说蓝方他没有这样子捡到 嗯没有错 如果是出到外面才死的话 那就危险了啦 双方依然是7x7 对 没有错 5开 好 可以吗 赶紧去捡吗 小辣椒这里的使命也是不差 对 他射到很准一下 OK 首先是蓝方拿到 小辣椒一个人拿蓝 深刻哦 对 而且是带着大招的啊 带着大招 然后卡尔没有大招 所以就比较难切他了 我看一下红防对面 有没有机会压上来 有点难 这时候放到劈塔 我觉得也是救不了的 小辣椒直接冲上来 补了两枪 哇 说完了 18颗宝石 哦 哦 恭喜Tresspoint 这个 问我们怎样分享作品 分享进Discord 对啦 分享进Discord里面去好不好 然后不用比资标记我们 我们会看到的 放心 嗯 对啦对啦 麦克斯自从加强来 波波王 他打什么模式 其实都蛮努力的 真的吗 嗯 引导回弹速度快 然后再加上他有跑快 这气势闹吧 这里双方都带出了一个木桶 牛哥偷偷跑进来 这个是给麦克斯看到了 麦克斯完全都不管他 可以可以可以 哦 被收掉了 牛哥达利尔 这个是两个大汉的主要 再加上一个小熊逆打 小熊逆打 放了一个大招 对 但是这样放大招 熊就没有了 牛哥偷偷的跑了进去 达利尔也准备救去了 冲了进去 直接两个大汉冲进去 沙迪直接被逼开了一个大招 哎呦 哎呦 牛哥被收开多枪 哇 没了 好 这时候麦克斯这里 少少伤害少有点不足啦 他打了这样久 其实好像没有打到非常多 他刚刚偷偷的自己一个人跑过去了 对 但是他回答速度过快 只要你让他在那边久的话 可以做出很多问题 嗯 重进去好重进也好 哇 沙迪补下了最后一枪 沙迪的烟 对啦 非常厉害的 好那这里我们就恭喜Tresponse 再获得一个小分啦 OK 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大利尔 沙迪 和麦克斯 他们是一样的哦 一样的 是一样的阵容 引咬吗 就不要这样子了 要保持下去 有手感就要keep着他 来 这里麦克斯 两处的输出 小熊这里就要努力刷个大招先了 在配合大利尔进攻的时候 有点难你看这边 有点难 直接被人输掉了 嗯 来 来了 放了一个杀 哇 现在被打到一半了 对 55% 厉害嘞 开玩笑啊 来了 不同 不同这里没有大招 有点尴尬 进不了去 沙迪又刷出第二个大招了 看来他们准备可以 进入第二次的 进攻了 要进第二波了 现在 拍了个大招 直接往里面射 哇 麦克斯这里不早会带走快 那个还是来回蛋 应该是回蛋吧 回蛋会比较效能比较高 而且这个地图没有到 算是非常大的 对面沙迪 红方的把对面蓝方的球 打回家了 进来了进来了 喂木桶 直接往里面打了三枪 时间 蛮多 你看 暗方的两队呢 偷偷的跑过去了 熊一个防守 就有点难受了 对啦对啦对啦 恭喜Trasporn Trasporn 直接晋级 决赛了对吗 直接2比0 直接进入决赛 没错 好 然后这里 我们的Trasporn 成功晋级 然后我们Invisible Rider 也不要气馁好不好 你也是玩得很棒的四强 四强来讲也是很厉害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Honey Glaze 打VR Kicks Robot Yes 刚刚我们就看过了VR Kicks Robot 非常强势 非常强势 非常厉害的 我们直接进入游戏 好不好 Let's go 唯一只有Let's go的进入游戏 你要你来呢 好这里有个地打 小辣椒 还有青蛙卡尔 对啦没有错 阵容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吧 对对对 地打也是蛮限制走位 因为这里有矿车走来走去 如果加上鸟死的话 背方很难运动的 对没有错 他走路的位置太固定了 对啦 车来了 而红方阵容呢 就跟对面大同小异吧 对 小辣椒换成了Mr.P 没有错没有错 Mr.P这里残水了 中文箱就会 哦 哇这里的鸟死是很坏的咯 可以吗 哇小辣椒 其实他肩膀是很稳的 你看他几场了啊 都小辣椒 就是这个 Kicks Ropper的小辣椒 其实我觉得玩到很厉害 对没有错 就你不会看到他 落鱼哦 会落鱼在一个危险 尴尬的一个位置 对 对你看你看 来了来了 他手下有个大招 其实什么都不用怕 没有错的 这里我们Mr.P还没有大招 你要闪吧 对啦 小辣椒不来 大辣椒就尴尬了 现在你看 不过 现在9比0了已经 9比0 对啦 真好 收工啦 这时候看一下卡尔做不做的东西 哇两个旋转陀螺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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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很凶 没机会啊 你看对面的小辣椒 依然在家里面 对对对 这时候Mr.P才放了一个大招 出来看他已经完善不到劫势了 Mr.P这位英雄 他很前击他 就必须有大招 他才可以慢慢的 是广大 对 但在逆风局的时候就比较难一点 对了没有错 这里我们就恭喜 Cakes Robot 获取了一个小分 对啦 开始 我觉得阵容也应该差不多 对没有错 阵容完全没有换 对 对这里卡尔的打打打打 阵容完全一模一样 现在是一个镜像的组合了 对啦 这个是什么 以毒克毒嘛 以毒克毒 哎呀就要选拨压的阵容 不过现在是3比4 刚刚红队有少少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没有小辣椒 所以他的爆发伤害不足 他需要靠那个Mr.Beat很前进去刷出一个大招的话他才可以 不过很难啦 刚才Mr.Beat到最后才刷出一个大招 他们那个组合逆风局就少少是亏 不过如果是大顺风的话就很不错了 对了对了 这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小辣椒对决 他们在那个枪位那边 没有错 炸不死 卡尔卡尔太硬了 但是看起来还是SCL的 也就是KickSropor的小辣椒 更胜一筹的 但是游戏没有打完 我们也不能这样换下结论 对对对 现在如果你看 哎呀对面的蓝队的开车了 双方动转 哎呦红方的卡尔 跳了起来他怕买个保险直接跳起来 对没有错 但是如果这时候地打可以捡 哎捡不到 小辣椒也不太敢 现在先去捡 这时候 顺利好就顺利好 等一等再走一会 哎现在有机会了 有机会捡最低的 哦 回来有10颗宝石 对了他有开车的 感觉起来是蛮稳的 这时候如果想要再来刷到一个大招 就10分我们了了 我一小辣椒就跳过来 哎呦下来直接不见了 头来两位 头撞那个鸟死哥 对啦鸟死哥 给头撞是很熟悉的感觉 好 那我们这里就恭喜啦 恭喜我们的KickSropor 成功禁忌 对啦 看有什么猜中啊 保利凶在家沙迪哦 他们没有大汉的组合 但是这个小熊就刷到了大招了 现在重力过来啦 大汉也刷出来了 但是达利尔被收掉了 这时候沙迪放了一个大招 然后掩护着 然后保利可以慢慢的在后面输出 这个保利厉害啊 所以他还闪过来一下攻击 对对对 看来蛮稳的这个KickSropor他玩 这时候带一个弹射出来 弹射这里在这张地图也是蛮好玩的 因为很多墙壁 对对对 可以任你弹 这时候沙迪找到机会进攻 但是保利一直落乱丢的话 你躲在草叢里面就没用了 没有错 只要你给他丢到一下 他就可以接下去丢低盒下了 这时候大招直接往里面开 保利大招往里面开 谁在里面都没用了 坦射开了八招 我射了空了 这时候沙迪再放了一个大招 两个大招再一个圈了 没有了没有了 这边冲了过来看有没有机会吗 没有没有 被熊压着了 有了有了 现在沙迪丢了一个大招 对就算对面有一个这样大支的大力 对他们也是很难进到来 没有错 看来这个熊加保利的组合 蛮溜的 蛮压制的 我觉得最关键是在于沙迪也是 因为如果他们在中间的话 他们可以借用草叢躲着 只要一离开草叢挖沙迪 放个大招 熊加保利又可以在一起合作 现在红方开始进攻了 这个组合其实蛮特别的 不要每次玩金库 就是牛哥 有时候要玩一些特别的 牛哥容易玩嘛 你看这场打很久了 因为他们缺少了一些 爆发型的 而且你看玩到剩下最后20秒了 然后双方的血都还在 但是红方就处于下风了 对没有错了 已经剩下50%了 现在他们一个红方 等着最后一波的机会 从这进去 现在剩下10秒钟 有机会吗这边 也许有机会的 打下去 没有了 保利直接放个大招 蓝方把顺便给收完了 对了 3秒 2秒 1秒 太强大了 太强大了 时间大 真的太稳了 他们这个组合 太强大了 感谢Joey Chow的 现在已经来了 超级六眼 对了 他们蓝方换了阵容 直接换出一个麦克斯 麦克斯加艾米的阵容 一进来就打完了 看来这场真的是非常快 蛤 进力了什么 对对对 坚重很快 很快太快了 好这里我们就恭喜 恭喜我们的Cakes Robot 成功晋级 进入了决赛了 对了对了 然后接下来就刺激了 等下我们会对决的 将会是Traspond 还有VIA Cakes Robot 对了 双方的实力都非常强大 都很坚信了 都已经开始了 对了 宝石争夺战了 这时候我们的 Cakes Robot 选出了一样的队伍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 小青瓦卡尔 然后小辣椒 还有地盘 对 然后对面就来了一个Mr.P Mr.P这时候很好 放出来的大招 卡尔在一开墙 就直接大招滚过去了 对 玩得蛮不错 但是小辣椒 直接升克宝石 都已经升克了 真的是讲真 讲真 可以说过他在捡宝石方面 都是很厉害的 你看他小辣椒 每次都不会辜负大家了 没有错 而且很稳 他站的位置很漂亮 然后他每次 他大部分的宝石都是他拿的 而且他 原地跳 结束了 恭喜 过了刚才 恭喜我们的Cakes Robot 获得了一分 这里我们看到的 依然是小辣椒 讲真一个小辣椒 打天下 他们的阵容 他们那两个可能会换 那小辣椒 都不会换 这小辣椒可能对自己的 直接被车撞死 非常有支撑的想法 不用紧 这时候小辣椒就剪了两个了 漂亮 因为刚刚有火车在旁边走过 有矿车在后面走过 小辣椒退不到 所以直接中枪 没错 来回到枪位 没有射中 先推回来 没有事 蓝发小辣椒的枪法 不是这样简单 没错 真的是厉害 而且对方的卡尔真的是很强 蓝方的卡尔真的是烧扰到 真的是一流的那一种 很漂亮 这小辣椒真的是厉害 他总会很漂亮的 你看他那矿车 堵着人家的手滑 他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他才去捡宝石的 你看他这么一枪 一枪入魂 直接带走了对面的地打 对不简单 再捡一颗 8颗宝石 8颗宝石 死掉了 卡尔对决 虽然是对面的 没有错 小辣椒有没有大招 直接开启大招跳走 先剩下一颗 如果地打能够 顺利的带回来 就赢了 哎呀哎呀哎呀 这次有个失误了 这个就是 I go to school by bus 直接被撞死 对面 对面三颗宝石 现在他们 反而是红方那边 压回过来了 对 他在地形上 虽然是占了优势 但是两颗宝石上面 还是蓝发 再捡一颗 十颗宝石 拿到了 对啦 对啦 这时候能不能翻盘呢 看一下对面 过着来 看有没有机会 有点难有点难 矿车在那边绕绕绕去 还有 六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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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跳过来直接 来 哦没有了 这样地打用身体 把他挡下子弹了 就算他来得到 射到攻击出来 也是会在地打那边的 对 最多是地打机身掉外 这个小辣椒 看他玩了那么多场 原来是八百多分的大神 好 这时候我们就看禁锢攻防战了 开始了 艾米 保利 还有麦克斯 哇 这个组合 他们好像 他们的组合来来去去 可能是这几个英雄 但是他们会做出不同的 一个组合上的更变 没错 可能战位啊 英雄会围绕在这几个 但是他们 可以做出不同的组合 很厉害 我现在来这里 看这里有两个麦克斯对射 对对对 现在跑了 倒立背地走出来了 看着看着看着 这时候木桶来了 木桶来了 直接开滚了 没有 他选择退一退先 打稳一点 哎呀 这个时候 开了一个大招 艾米放个大招结束 艾米这位置没啊 没有人打到 对对对 但是木桶进了去 打不到很多下 然后就送了 现在把红防给清倒完了 全部逼到回家了 然后麦克斯开个大招 冲进来了 哎 看来 被艾米收掉了 养溜了 现在 蓝防的麦克斯开个大 木桶在这里就变得很被动了 对 没有大招型的话 像木桶真的是很惨 这个艾米 艾米 躲到去角落那边 闪过那个烟线 嗯 但是艾米他那种打箱子 打的技术不错 很厉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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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迪再见了 喂 沙迪再见了 我走咯 没有再见咯 开玩笑 开玩笑啊 你看这种就是高手的过招 打赢了打输 不会转圈的 只是那些 没有玩那些才转圈的 没有错啦 不好 玩游戏最重要的有品 赢输 赢输 都不可以转圈 只要挑衅对手 没有啊 这个可能不是挑衅 这个是你要逼迫对方 有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或者是艾克斯在刷大招这样啦 对了 麦克斯他们主要刷 那个攻击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转圈了 来了来了来了 木桶 木桶根本进不来啊 真的很辛苦 是17% 你看对方 你看上去好像一直进不来啊 但是你看他其实打下打下打很多 对对对 没有错 现在处于下风的呢 就是我们的 蓝房 也就是Kick's Prop 哦 我把艾米还押着 Kick's Prop虽然是想一波一波的防守下来了 但是他们一直能一点一点打 打下很多伤艾米 可以吗 可以吗 有机会吗 艾米 这边有机会追回来吗 哦 剩5秒 应该是不够时间输了 我们今晚是看到Kick's Prop第一次输是吗 对没有错 没有错 整个晚上了 看来这个transport也是不简单 对 看下他们能不能再继续的拿下 对的 对的 这里迈克斯对决 迈克斯 沙迪保利 阵容上面还是差不多一样的 对没有错 对面 来了 沙迪亚只会了进来 对的对的对的 你看有没有机会 哎呀 这边 没有打到 好了 这时候就是 Kick's Prop进攻的时候 对的 Kick's Prop这次他变得比较积极进攻 对没有错 他不再去防守这个那个了 哎呀 不过现在红防的已经进到了 你看你看 迈克斯一直在原地转转转 然后就在那边 对 加快他的回答速度 没有错了 没有机会 哇你看迈克斯 强大 但是 对啦 这个迈克斯应该被收掉哦 OK 收掉了这边 尽量的收速哦 能打多少 OK 藍方现在 对啦 跑力去躲在后面慢慢的一个一个丢 啊 慢慢的把对方的金库拿下来 可以吗 直接跑了进去迈克斯 恭喜 恭喜 Kick's Robot 最会的一分 最会的一分 接下来 金库打第三场 尽管也是第一次见啦 来了 金库第三场 迈克斯 沙迪 还有一个是谁啊 可能是保利吧 我觉得 应该是吧 保利他们玩得蛮稳的 果然是保利 你看 保利在家防守 押击一的 这边一直弄 哇 然后他迈克斯 哇 闪了很多了 刚才做到很多伤害了 对 他就一边闪一边做出伤害了 所以他们想进去 但是木桶在草里面 木桶残血了 哇 你看保利刚才 那控制人 是打到真是多 那伤害 对对对 哎呦 不过这里你看 进了进了 哦 带一个大招 带上他的队友 冲着进来了 但是 木桶进了来 还不敢做出 哎 又有个大招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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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对有机会哦 有机会 你看木桶残血了 他一直在那边 哎呦 红方全部被抽掉了 现在到蓝方进攻了 蓝方进攻 对了 对了 进攻来了 三个就有大招 60% 可以打下来吗 对对对 保利 最上场是躲在那位置 一直丢 32% 有吗 可以 他们竟然把人费在家里面 出不到来 可以有沙迪他的大招开了 过后 你就会好好的躲在里面 这时候木桶冲了进来 跑进去里面放个大招 对了 手架 然后进攻 木桶也进去他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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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我们的Kicks Robot 木桶 对了 已经是我们的 黑兄弟的 terminus 对 冠绍已经是当生了 现在我要看 Zuschauer的表演 冠军现在就是 We are Kicks Robot 没错 记得我们下个星期将会都会有 谢作者的直播 这时候我们的冠军队伍 Vore kicks Robot 就会对上侠客那边的BOYGOD 对啦对啦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约定你 再来多一次直播 已经完了吧 完了咯 你还想要看啊 对啦 我还想要再看啊 要怎么做呢 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啦 我们黑兄弟的频道 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 上传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